大家好,我來到第一瓶和西華農教育介紹 每天都來買日食生活的食品 有種說法,老城區的都是老街坊,年紀大 年輕人都去港州的新城區發展 這邊有很多市場,可能是居民的密集區 這裏是一間客森活超市 這是第一瓶,以前這裏都是市場 由於雙輪幾公里是一個市場 所以這裏改成一個超市 超市的菜價現在基本上都是 青菜都四個多了,番茄也四個多 瓜果菜最貴的都是六個多 很多,還有大白菜,黃白菜三個半 上海青菜三個半 現在的物價貴不貴 那真的很貴 每天買菜,煮飯便知道 這裏是一間超市 這裏的瘦肉是18元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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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買到200元一斤 這裏的瘦肉是便宜的 這裏的瘦肉是18元一斤 那這裏的瘦肉是18元一斤 我這裏的瘦肉是20元一斤 例如你住的這個街區你是國外回來的 那你就自家隔離7天 後來兩天過來這裡做核心檢測 這個是社區衛生院 相對大醫院來說方便很多 這裏表好,掛號不用等太久,方便 周圍都掛上鯛魚 接種疫苗,60歲以上未居民,不限限制 接種新冠疫苗,有慰民等 住在這個小區,有一間幼兒園 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起碼父母去做事,小孩子有地方托管 有些幼兒園,雖然小一點,不過 旅養社區裡面地方所限 有些幼兒園阿姨帶著小朋友出外活動 旅館時,香港人站滿港版 etc. 旅館時,眾多選擇 真是想上一份 旅館時,南島傳出的東西 下午餐來也快要什麼 年輕人人的高度 舍著的一個北海 現在香港的外國有問題 他就是賤好赤金 我們就在街上走去做運動 我們穿過居民小區走出來這條大街 叫做司馬街 這條司馬街是南北向的 很短的 從北建的東風路進來 我南走就是西華路 這條司馬街是廣州的武城區西灣 但這條司馬街生活很方便 這條司馬街 這條司馬街的生活環境 雖然比較低 但是如果你習慣了生活方便 走出去就有東西買又有東西吃 學校有樂園又多 而在周圍區中 住宇都城區其實很美 謝謝 这个是耗花的我们的? 温度都不一次, 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以前看着我们的美食, 这其实很强烈, 那个人都不像那一样的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